翠薇说 你是不是想要去告那个医生 文斌说 师父知道这件事情 就劝我不要提告 以何为贵 起初我也想不透为什么 后来想想 师父是站在长远的立场 看事情 不去告他 给人家留一个余地 我想人家的心里 多多少少都会反省吧 慈禁医院 有什么跟人家不同的地方 应该就是整体环境 和谐和气 大家就会自然地 想要待在这里 我的任务 应该就是要创造 这样一个好环境 让医生愿意留下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继续 要回想当年 还是要请我们的花莲慈禁医院副院长 陈培荣院长 您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 大家好 还有就是全球大家都最喜爱的 医疗志工老兵 颜会美食姐 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刚才我们观众朋友 还没有看到我们的之前 我们已经是一直在讲 想当年 现在的人 还有我们现在新进的慈禁的志工 其实也都不太了解 当年花莲慈禁医院 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历史影片 找土地困难 筹备困难 建院困难 人才这个困难 尤其是人才这个部分 因为以前的花莲 好像是好人才不好找 找到又留不住 因为他们说 花莲好山好水好无聊 我们陈副院长当年来的时候 是处在好山好水好无聊的状态吗 说实在 我是没有想到是好山好水的状况 其实我那时候会 过去是因为 其实我大学时代就 参加医疗福对很多次 包括去澎湖 包括去海端 去像葫芦历道 那个就叫做疫诊 对 石油社的疫诊 那也对东部的医疗 稍微有做一些研究 你那时候就因为有接触过了 所以我完全是因为认同 慈激才会过去的 你认同 没有想到一代就二十多年 二十六年到现在 所以你是一九九三 九二 九三 九三正式到的花莲慈激医院 对不对 那你也是因为杜院长 您的教授 杜教授的关系 才了解慈激吗 他一九八六年的时候 我去慈激之渊的时候 有遇到我 有在谈到 当然那时候是开玩笑 是 怎么在开玩笑 他是用什么方式说服你 要到花莲去这个就业 是 就是遇到先生 先生就说 你这个未来要打算走哪一科 那我说我还没有做决定 那先当完兵再说啦 那当然后来没有想到 也是选择我彼后科 大概也是有点受到 受到先生的影响 对 那当然他只有跟我讲一句话 他是说这个地方 是比较偏乡的地方 那因为我所看到的 那时候真的在 尤其是花东重谷那一区 还有那个旁边的山上 其实真的 那个医疗是相当的一个缺乏 几乎没有什么医疗 对 几乎急重症的患者 都没有办法 对 得到比较适当妥切的照顾 那时候真的非常地辛苦的 一个年代 你真的是很了不起 在那待到了二十多年 不过是我看许多的医师 那是护理师 护理师 对 那护理师很多 其实是找不到男朋友 你说对了 我有听他们之声都在分享 那医师的部分 有很多也是家庭因素 就是说就学 小孩子的就学 有家庭那孩子要读书 对 还有有时候夫妻相隔两地 对 这也是留不住人的原因之一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志工 我们的医院志工 听燕慧美思杰讲 不只是要安抚病人 你们可以不要急 医生看得很仔细 但还要去安抚我们的医护人员 让他们可以留得住 留在花莲慈激医院是不是 那时候这也是一个另外一种 现在我想起来 我们那个时候 真的为他们办了那个 未婚年仪 还未婚年仪 对 需要 因为后理人员也找不到男朋友 也有年轻医生没有时间 没有办法找女朋友 还办未婚年仪 现在想起来 那个时候真的想尽办法 把他们留下来 好 除了还要办这些饺子 还要像妈妈一样的 要去关怀他们的生活 那医生们他们很辛苦 一直看诊 所以就想尽办法送一些水果 把它削得一口就能吃的 那个水果给他们 贴心到这样的程度 那有时候就果汁一下 还有什么 我们就尽量啦 尽量做 好像也不只是说 在医院照顾他们 你下了班以后 还得要照顾他们 你是不是下了班以后 还有麻烦到我们的师姑们 我都考研师姑打点 我买一些东西 这个我们这边有 因为你都不太了解 当时的犯規 结果你当时结婚了没有 我结婚了 结婚了 所以太太是跟着来了 还没有生小 太太跟着来 她其实有一部分的时间 要回台北上班 也是这样两边跑 对... 后来就是说 就跟我... 就彼此 你看好幸福 因为真的在那边 像这些 像最早的话 可能我们的志工 都还很年轻 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 这样子跑上跑下 顾前顾后 离离外外 对不对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变成 阿公阿嬤 对啊 我们这年纪都一样了 这一路走来 这一路走来 身为在那边的这个 资深的医生 你怎么来看我们这些 对 像师傅都要帮我们打点 说电视去哪里买比较便宜的 或者是你一些日用品 要去哪里买 那时候还是干嘛点的时代 对 是不是 是不是也因为我们这些志工 妈妈 应该妈妈比较多 对不对 妈妈的那份母爱 是可以留住你们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吧 是 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也是一个主要的温馨 对 要温暖他们的心 有时候医生来 他们要住进宿舍 还叫我们去帮他们布置 布置 不要去整理 去挂那个图画 要怎么布置好 让他们住下来像家这样子 窗帘啊 壁画啊 就是让他们一进来觉得 他不是宿舍 就是一个家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这真的是用心良苦 好 那这一路走来 如果说是不是看 听到你们这样子的分享 大家一定很难想象 那我们现在就来 一起再来回顾一下想当年 这份悲心 源起1966年 慈激功德会投入访评 当时东部医疗匮乏 看见贫病的恶性循环 1972年 慈激在花莲市仁爱街 成立平民诗医抑诊所 长期病痛当中 小病可以得到好的照顾 从头到尾一站的一个病痛 就如同他的家人一样 在做很好的联系安排 整个的就医 小病得到医治 急重症还是得转送西部 路途远 宝贵性命也在时间中流逝 这让证言上人发愿 要在花莲改医院 但高达8亿的建院预算 加上寻觅土地 几经波折 重重考验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以信实成证 还有另一条 我信我自己无私 我相信人人有爱心 凭这样的信心 所以我要把医院盖起来 看似遥不可及的院 却启发了点点滴滴的善念 我们就是为家做屁 我们就烧家来 这烧家倒下 一位不适自 卖水果的平凡妇人 为了建院建菜当清洁工 甘愿天天睡不到两小时 扫华中桥 累计三四年薪水全数捐出 就我们到十二点我就出来了 我来副一间 扫到五六点 我到清洁工 还不怕完 无论如何 我減吃減勤 就要来探钱 阿叔这样一间病 起来要求人吃好 无论如何 我就要拼死拼 我就不来 我探钱就是要来救人 由众人的爱 契承的医院 1986年8月17号落成 但招募医师却成了难题 当时在台大医院完成骨科 主治医师训练的陈英和 成为第一位自愿前来的专任医师 我希望我自己能够过来以后 能够解决在地的病人 他们所有的问题 那这样的目标 应该是到目前 还是一直朝这个方向来前进 发心如初的 还有泌尿科医师郭汉崇 1988年来到花莲刺激医院 来了就没想过离开 如今他的研究世界顶尖 继续成成技术与使命 在研究服务跟教学 一起在病进的这个医院里面 让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工作是非常值得的 良医精神力典范 也号召更多生育菌加入 让医疗团队更坚强 2002年花莲刺激医院升格为医学中心 不只在花莲 玉里 关山 大陵 台中 台北刺激医院陆续拓展 甚至延伸到大陆的苏州 医疗网分秒抢救生命 全人医疗尊重生命 以病人为中心这样的理念 这一个方向是不会变的 我们更希望上步到全世界 救人救心拔苦与乐 不忘当初绝境人的心 一除一除让医疗之爱生生不息